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师前禅师一般公案里面就写清零和尚或清零禅师 指的就是师前禅师 现运禅师出家以后就到处游学 那古代的出家人都是这样啊 如果在这个师父门下没有能够有这种开悟的契机的话呢 然后他就会想办法呢 再到下一个禅室啊或者是这个庙宇啊去挂单啊 然后再学个三五个月如果又没有什么开悟的契机 然后再往下一个禅室再去挂学啦 那么他这个云游的过程呢就有一天呢这个投到清零禅师的这个座下 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现运禅师呢就去问清零啦 如何用心得济于诸圣 那怎么样用心呢能够与这个所有的古圣先贤啊 这个千圣万博啊 能够这个达到一致的程度 能够并驾齐驱 怎么样用心才可以跟所有的圣贤诸佛并驾齐驱呢 那我想这个就是所有修行人的心愿嘛 那到底要怎么做嘛 怎么样用心嘛 说达摩西来意 全凭心愿用功夫嘛 那到底是怎么样用心嘛 那么清零和尚呢他就仰面良久啊 头对着天 头抬起来 闭着墓然后过了很久 那所谓很久各位大概是多久了 你说三十秒算不算久啊 很久 三十秒已经很久了 如果你问一个人话 他闭目仰神仰着脸三十秒 你会觉得三十秒跟三连差不多啊 很久了啦 也许三分钟也不一定 可是三秒都觉得好久了 对就很久了嘛 然后呢过了很久之后呢 这个清零禅师眼睛张开 他就说啦 体会到了吗 哦 他刚刚什么话也没说啊 他就是把脸仰起来 闭着眼睛什么都不说 闭着眼 对然后过了很久了啊 我们想想看各位啊 我们就算三十秒啦 或者一分钟啊 这个他什么话都没说 但是现运和尚体会到什么 或者是说他应该发生些什么 对不对 这个就好像说 你问一个人说 你刚刚去哪呀 你的小孩回家 你问他说 你刚刚去哪呀 然后呢 他仰面向天 闭目仰神 三十秒都不说话 他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是 你问小孩子的话 他都不说话 那你的里面是什么发生吗 你一定是急起来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场面跟我平常啊 在教禅学有时候场面也是很相像的 怎么样相像呢 我们这些学员到这个黄林书院来行禅 每一次行禅呢 结束的时候下午啊 五点半啊 或者五点啊 我们都有一小段讲师时间来跟他解惑啦 就是说今天来这边行禅禅上有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就会说各位同学经过一天的行禅 对于禅学方面各位有什么问题 我当面跟各位回答 然后呢 讲完了我就不讲话 我就静静坐在那 那我一静静一坐呢 然后呢 一秒两秒过去没有人提问 三秒五秒过去没有人提问 对不对 十秒过去没有人提问啊 那你就会发现那时候大家就开始有的动作希望了 左顾右盼了 转过头看看后面的人啊 看看旁边的人啊 有没有 只是为什么会这样躁动起来呢 就表示说 我说大家有问题可以发问了 然后我就不说话了 那个不说话了 然后过了三五秒 大家下面也都不提问的时候 你会感觉空气像僵了一样 其实空气一点都没变化 是谁在变化 心在变化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久了就尴尬起来了 尴尬起来 有的是有问题 叫他一下举手嘛 他不好意思 是不是也有发生 有 就是很紧张嘛 对不对 有的是没问题 但是呢却看着大家都没有提问 然后老师却在那边闭目养神 不说话 是不是尴尬起来了呢 对 他也尴尬起来了 各位空气都没变了 每一个人的心都在变 有的是紧张起来了 到底我要不要举手 哎呀我第一个举手 好吗 哎呀这个问题会不会很笨啊 是不是心里是不是像战场一样 有啊 别人为什么不举手啊 我整个心就开始晃起来 那有的人是没问题 就说那我这个时候 是不是应该想个问题 这个空气实在是有够尴尬 我应该来打破这个尴尬 然后内心里就在纠结 我应该要问一个什么问题 比较恰当 好 那不论你这个想不想发问 那时候的当下的气氛就是尴尬了 对而且他只是短短可能几秒钟 或者十秒十五秒 大概已经发生好多好多 十秒钟就觉得很久了 对 那个清零和尚仰面良久啊 好我们就给他当作三十秒好了 那真的是够久了 那对于跟他问法的这个现运来说 在那边看着他 怎么一秒三秒五秒十秒怎么不说话 这个 然后慢慢眼睛张开说 你体会到了吗 这个现运禅师说 弟子于面 没有体会 不知道体会什么 然后 清零和尚接着说啊 说去去去 无止用心处啊 哎呀 这样都没体会 那就没有你可以用功用心的地方 没有你可以观察的地方 你要观察你的心 你却感觉不到你的心 啊去去去 凭你这样的根器 哪里有你可以用功观察你的心的地方 各位对不对啊 各位任何谁啊 你的小孩也好 你的父母也好 你的父母出门你回来 他说你刚刚去哪啊 他仰面闭目 良久 你急不急 他说哎呀 妈妈今天碰到什么事啊 今天有什么意外啊 对不对 然后你的妈妈眼睛慢慢张开 体会到了没有 然后你却不知道要体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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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女儿愚昧 到底要体会什么 去去去去没有你可以用心的地方 你想要学习心 你连心在哪都不知道 你怎么体会啊 无止用心处 然后这个时候 却云禅师啊 他就问完了嘛 他也答完了嘛 对不对 不敢再问 不知道如何问起人嘛 他就要拜卸他要离开嘛 然后他就下身礼拜 当他的这个头啊 将要触到地板的时候啊 他豁然有所体会啊 然后呢 他有一点体会到他刚刚他的师父说 体会到了吗 嗯 开始下拜的时候他豁然有一种体会 之后呢他就没有再云游四海了 他就留在这个清零河上的座下 充当源头啦 源头就是这个负责他的 园里面啊 种植蔬菜管理花木的这样的人啊 就像园丁 叫园头 园丁是园丁 园丁是园头下面的 园头就是园 园头就是带头的人啊 园管 像我们说工头嘛 他这个管林场叫零头嘛 对 管原地的叫园头嘛 是 像我们的庙仪就叫园头啦 是 他在管这个有机蔬菜园 这个就是园头 那 这个短短的公案啊 就是这样一则 那么这一则里面呢 它的重点就是在于 清零河上养面、量、酒 然后慢慢的呢 眼睛张开的时候 问他的弟子 鲜韵河上说 体会到了吗 诶各位 这个就是重点所在啦 这可见得 他仰面 闭目的时候 良久 那么 制造了一种内心的发生嘛 嗯 这个动作 就是为了制造 这个陷运蚕 内心有一种发生嘛 是 他却有发生之后 他才问他说 体会到没 各位为什么体会的体啊 是在你身体里面才叫体会啊 在你身体外面都不叫体会啊 嗯 是你的感觉啊 哦 哎呀 终于到了北极 看到了激光 哎呀 我终于体会到 诶为什么 你在电视上不也看很多了吗 你怎么没体会啊 嗯 就是在那种场景之下 你有特别的一种内心的情绪的感动 你才会说 哦 我体会到 讲师那这个体会的这个体 是不是就是 呃 王阳明所讲的心体 在体会 反正在你的身体里面 那你的身体里面 我们讲的凡有感觉处 就是你的心嘛 是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啦 是 好 那 当然很多翻译的人就会说啦 说啊为什么这个陷运 等到他下拜头 要触到地的时候 才默然气悟 对不对 这个跟他头是不是刚好碰到地无关啦 跟他是不是下拜也无关啦 而是跟他回想起 刚刚 清临和尚仰面闭目的时候 他的内心的着急 他现在忽然回想到 刚刚有发生什么吗 他为什么问我 有没有体会呢 对不对 然后 他说没有 然后愣在那 不知所措的时候 那只好败泄辞退啊 可是他这个过程里面 他就在回想 刚刚他有说什么吗 没有啊 可是他有说什么也是他跟我什么关系 对不对 是 回过头应该想一想 我刚刚有发生什么吗 他为什么问我有体会吗 刚刚老和尚这样的动作 是不是要制造我内在有什么发生吗 让我去体会吗 然后他忽然 下拜头 快到地地的时候 他忽然想到 哦有 刚刚那时候我很着急 是那个时候在他回想到 对在回想 刚刚我有什么发生吗 嗯 可是我们为什么说没有体会 因为你一直堕入在逻辑思维啊 就说哦他为什么仰面 对不对 哦为什么他闭目 当然你可以做很多美丽的解释 但都不一定正确啊 而且跟心法无关啊 是 那跟他也无关啊 跟他的师父也无关啊 问题是说他做了这样的动作 要制造让我体会到什么 体会必定在身体里面嘛 哦我懂 讲是我们有讲说 一般我们用逻辑思维来想 我们就会想说 这个师父他仰天 他脸朝这天 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对代表什么 闭目代表什么 对不对 对 都会在这里然后说哦 五指用心处 啊他代表什么 我们就会在这里琢磨在这里翻译 是 实际上都不是 实际上就是说 制造让弟子本身内在的 心的感觉出来了 嗯 然后让他感觉到心体 原来是这么运作的 心体原来是在哪里 原来是可以触摸 原来是可以感觉的 是 哦 那我们问师父 师父却仰面闭目良久 对不对 对 那他制造什么 一定是制造我一种感觉 对 各位如果我现在手中握着一个东西 我就问你说 你猜猜我这是什么 他说这是什么 我说我不告诉你 他说到底是什么 你告诉我 我说我不告诉你 你猜 他一直猜一直猜 猜了三分钟 还是猜不到 不就急了吗 对 对不对 要扒着我的手要放开给他看 我说我就是不告诉你 我不让你看 各位急不急啊 很急 他就很急啊 很气也不是很急而已 很气 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注意力呢 还是一直放在你拳头里面的话 对 我不会有体会 可是我如果注意力到身体力 如果你要翻译我这只手 为什么握着拳头 你可以大可翻译成手握乾坤了 随便你讲啦 是 你爱讲多大都随便你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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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爱讲多伟大也随便你啦 嗯 这个说放之谜六合 说之退长于密 那也随便你讲了啦 他说这都不是重点啦 嗯 这都叫做逻辑思维 是 而且跟你无关 所以方向错了 对 重点是我这个动作故意这样制造 那你的内心激起什么变化 因为他没有变化你就无法感觉他 因为他有变化的时候 你就可以开始感觉到他嘛 嗯 是 你就可以去觉知他 你可以去触摸他嘛 你可以观察他嘛 是 那这样子就有一个可以用心处了嘛 对 用心处 对不对 在在处处都有一个用心处嘛 你即使是喝个茶 你即使是吃个饼 佛家常常说喝茶去吃饼去 惨重公案很多嘛 不是那个饼也不是那个茶 不是饼也不是那个茶 不是饼也不是一个你喝下去的时候 你的内心 啊 好喝 对不对 这一泡茶 三千块也值得 是 这个是内心的感觉啊 是 不是口腔的感觉 是内心的感觉 是内心的感觉 对 好 那如果我们能够感觉到内心的变化 就有可以用心的地方 如果你感觉不到就无可用心嘛 那么他下拜准备辞退的时候忽然想到 诶 刚刚我究竟内心什么变化 啊 刚刚急了 刚刚那个急的感觉在哪呢 他手顺势一摸刚刚那个感觉 啊 原来是这样 诶 好像找到一点苗头了 所以他就不在云游了 他就留在这个千年和尚的座下 甘愿当个源头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源头 这个源头可是大学问 当然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 说见性实在是不好懂 说明心呢又无可下手处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人呢 修行好 掌握对的方法 总也要能够有所成长嘛 那你说你修行三十年 那我问你成长在哪里 你说就是因为三十年嘛 我道领很高深嘛 你道领很高深 你到底是成长在哪里嘛 你的心有比较好吗 你的性明朗了吗 到底是成长在哪里嘛 说不上来 除了老了一点之外 到底成长在哪里嘛 说不上来就没成长嘛 如果有成长一定说得上来嘛 各位我现在举一个简单例子 你今天下了种 种了白菜 一个礼拜过后 两个礼拜过后 我问你说 这个白菜有没有成长 你说我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死了呀 不知道 看不到长大就死了 肯定是死了嘛 好 那你说 有有有有成长 我说问你怎么个成长 你说刚开始的时候是茂芽 后来呢 就长了很多的叶子 现在呢 是非常清脆的一颗白菜 对不对 真的有成长 你马上能够说得出来嘛 你怎么会说不出来呢 你说不出来就是死掉了嘛 就是被鸟给吃了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说当源头不简单 各位 你种菜 就是在学习率性 怎么样学习率性呢 你顺着菜的性去种 狗得其养无物不长 你如果逆着菜的性去种它 譬如说他喜欢水 你偏不给他浇水 他不喜欢水 你偏偏给他浇水 你逆着性种它 狗失其养无物不消 诶 这孟子讲的话 狗得其养无物不长 狗失其养无物不消 诶 这个就是怎么样 小学生都能够懂的道理 种个菜这么明白 你帅他的性 什么叫狗得其养 他的性喜欢水 我们给他水嘛 是 淡还是淋还是甲 他喜欢哪一种嘛 你不要跟他作对嘛 喜欢淡的给他淡 喜欢淋的给他淋 喜欢甲的给他甲 喜欢酸性土壤 给他酸性土壤 喜欢碱性土壤 给他碱性土壤 他哪里有可能长不好 帅他的性 帅他的性 依他的性 循着他的性 你必定能够看到他生生不息 对不对 各唱其声 你种菜却逆着他的性 那你就马上看到他雕尾 消亡 对不对 是 好 你现在的修行 你不外乎第一个养你的心 第二个养你的性 对不对 近其性 养其性嘛 那我问你 你说修了三十年 那么你的心成长在哪里 哎搞了半天无所用心出 我说你问你你的性成长在哪里 修好心不就是性了吗 那心是心 性是性 两个字明明不一样 为什么被你说成一样呢 压根儿 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懂过这两个字 对不对 是 所以我说当个源头也有好处 源头当得好的人 就是能够进屋之性的人 能够进屋之性的人 就能够回到身上来回想一下 既然万物是苟得其养 无物不长 果失其养无物不消 那我是不是也一样啊 对不对 那人性 优于万物之性 人性里面有佛性啊 对不对 人为万物之灵啊 那一颗小小的白菜毫无知觉 我种它 果得其养它都还长呢 那我是一个万物之灵 我怎么说不出我长个什么呢 长不出什么就已经快变鸟痴了 你就是一颗白菜 你长了一生叶子 你也知道吧 是 对不对 怎么我们自己 我们修我们的心也不知道成长在哪里 我们修我们的性也不知道成长在哪里 就随着岁月衰老 难道皱纹就是成长吗 并不是我在这个土里面三十年就是成长 是啊 埋在土里三十年究竟是烂了还是 那我给吃了 嗯 还是已经成为一棵大树了 你都还搞不清楚 那真是无所用心处啊 各位说不要小看这个当源头的人 这当源头的人啊 就是在体验怎么率性的人 这个中庸是说 人尽己性则人尽人之性 人尽人之性 人尽人之性则人尽物之性 人尽物之性则可以 占天地之化育 可以与天地参与啊 那我们就先别想说我尽人之性 我不会尽 对不对 我根本就搞不清楚我的心是什么 我的性是什么 那我们先看看外物吧 先种个白菜试试看 种个空心菜试试看 好 种一颗胡瓜菜瓜试试看 先看看你能不能摔他们的性 依他们的性一定长 不依他们的性一定消亡 所以我们在养我们自己的心性也是一样 依着我们的性一定长 而且呢会灿烂到 这个丰收到让你非常的意外 逆着你的心性呢 他就慢慢走向掉亡 所以 我很鼓励说各位呢 礼拜六日啊到黄年书院来耕读啊 一边耕种一边向古圣贤学习啊 是 古人啊 很多的饮食都是耕读嘛 早上耕田 晚上读书 诶 读什么书 读圣贤书 你白天再耕种 哎呀为什么这颗菜呢 为什么老是怎么种呢 都种不起来 你读到了孟子的这句 狗失其痒 无物不孝 哎呀你就心有栖栖烟啊 对不对 然后呢有一颗花竟然被你种得很漂亮 哎呀你读到了六祖坛经 顿悟花情乙菩提果自然 哎呀莫非被我蒙到他的性了吗 哈哈哈哈 对不对 是 不能蒙到要等到你有把握 一个有这个经验的农夫 哪一年你拿给他什么种子 他都可以把你种得非常漂亮 对不对 这就是耕读 他就是懂得帅他的性 但是怎么样去有这种体验呢 一边耕一边读 对你来讲啊 是最好的成长契机啊 所以当个源头啊 实在是啊 你的师父对你的培育啊 是 谢谢 感谢讲师您 等一下 等一下 好的听众朋友 我们只有空白的十几秒 不知道这十几秒钟 您的内心有多少的变化 有多少的发生 你有观察到了吗 感谢讲师您今天的空中讲授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 拜拜